睡魔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睡魔也被称为莫菲斯 原名梦 或无尽之梦 是无尽家族的成员之一 DC宇宙里的至高概念 也是梦世界的第一代睡魔 它诞生于宇宙中第一个生命的梦境 只要有生命体做梦 身为睡魔的莫菲斯就会一直存在 而且在不同的生命体眼中 它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在人眼里它是一个人 在猫眼里它是只猫 而在现代人眼里它则是一个现代人 知识二 睡魔所属的家族名为无尽家族 它们一共有七位成员 而且每一位成员都是宇宙中规则的化身 它们的父亲是时间 母亲是夜晚 所以除了睡魔之外 其他无尽家族的成员分别是死亡 命运 绝望 欲望 瞻望 以及破坏 知识三 睡魔莫菲斯作为梦境的本身 它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 几乎不可打败 它的能力有宇宙意识 恐惧投射 空间履行 心灵控制 梦境与现实扭曲等多种能力 但是实力如此强大的梦境之王 却在聚集睡魔里被一个为了复活儿子的巫师抓住 并夺走了他的法器 将他困在一个玻璃球里长达一个世纪 知识四 其实在迪西的故事体系里 一共出现了六代睡魔 初代睡魔名为维斯利道兹 二代睡魔名为加勒特桑福德 三代睡魔名为赫克托尔华尔 四代睡魔名为莫菲斯 五代睡魔名为丹尼尔华尔 六代睡魔名为桑迪霍金斯 而主宇宙故事的睡魔有四代 分别是一二三六代 梦宇宙的故事则是第四第五代 知识五 虽然睡魔是迪西漫画公司旗下的一个角色 但是它并不属于蝙蝠侠和超人 这些超级英雄主宇宙故事体系 而是属于迪西旗下 炫鱼漫画公司的故事体系 在迪西漫画中的睡魔都是超人类超级英雄 炫鱼漫画公司的睡魔 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梦境之神 只不过是偶尔会客串到迪西的 主宇宙故事而已 知识六 如果按照人物创造的实惊性来算 维斯利到姿势初代睡魔 但是按照故事体制的实惊性来算 莫菲斯才是第一个睡魔